音樂 音樂 陳太, 今堂我們教大家很重要的過題 就是爭戰的祈禱 不如先問各位同學 你們有試過爭戰的祈禱嗎 我試過, 因為我真的很喜歡買東西 不只買一件, 買夠一袋袋才開心 我發覺是不健康的 所以為自己的貪心和不滿足 來爭戰祈禱, 求耶穌幫我 我看見他的樣子 一說起, 已經微飛昔舞 他真的很有慾望 還有其他同學試過爭戰的祈禱嗎 是, 韋奇 我試過, 其實我讀名校的時候 經常都跟同學有比較 經常都會覺得自己比別人厲害 自己要比別人厲害 其實我為這些事去祈禱 也算是爭戰的祈禱嗎 你問得很好 陳太太, 兩位同學這些 算不算是爭戰的祈禱嗎 算的, 這些是在心靈裡開始爭戰的 但是在爭戰的討告裡 有沒有分別幾種 爭戰討告有很多種 剛才兩位同學的討告 都是屬於心靈裡的爭戰 要針對自己的問題 我聽過有熟血氣的爭戰祈禱 那兩位同學算不算是熟血氣的爭戰祈禱 也有少許熟血氣 但是在心靈裡的問題都要處理 其實熟血氣是可以看到的 熟靈氣是可以看不到的 是 裡面是看不到的這些問題 才令到他的行為出現了一個問題 剛才這位同學裡面就是 沒有一個知足的心 因為聖經裡面這麼說 他說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當我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 怎麼會為我們的心去祈禱呢 我們就要神就求你 給我能夠有一個知足的心 給你有知足的心之後 你買東西的時候 其他東西就是有約束的能力 知足和約束你都看不到的 因為它是一個能力 當你能夠為你自己的心 你說神就我的心需要有約束的能力 求祈禱我能夠約束我自己 這個過程就叫做牧養你的心 你的心有能力才可以對付問題 即是我比他厲害 我比他差勁 就沒有中間的 有些人比你厲害 有些人比你差勁 我現在怎麼看法呢 寶萊在波蘭多這些書信裡 經常都說 我為你的恩賜感謝神 即不是說你厲害了 即不是這樣 我為你的恩賜感謝神 我為你的得著感謝神 我為你的得著感謝神 冤神你為甚麼 你賞賜多少從人都賞賜我 這樣你就平衡了你的疾度的心 即是你看到 上對不偏代人的 由祂得求祝給我得 這樣你就可以體會 你有一個出路 還有一個特別的知識來自神 不是靈異這個世界的 所以看聖經 就能夠認識一些知識 你就不受蒙蔽 你的心就有更好的出路 你要幫助自己得到建立 希望幫到這兩位同學 一會回來 陳太太還會教你們 去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祈禱 我們雖然在血氣中行事 但卻不憑著血氣爭戰 我們真正的兵器本不屬服血氣 但在神面前有能力 可以攻破堅固的營餘 將各樣的計謀 各樣難阻人認識神的那些至高之事 一概攻破 又要將人的心意奪回 使祂都信服了基督的女兒 求主幫助我們 給我們一心理的倚靠你 依靠你的說話 認識真相 認識真理 聖靈我們求你幫助我們 有一個氣惡責善的能力 有時是用主的說話 提醒我們如何能夠 禮惡行善 尋求和睦 合神你的心意 現在陳太就教大家 究竟如何為熟靈氣的惡魔爭戰去祷告 不如先問問各位同學 你們有沒有試過 是 玉禎 我有一次就是清晨祷告會 我走的時候就走樓梯 走樓梯的時候 我就站在那裡等著打電話 我聽到後面的門開 我好像移過一些就讓他走 但後來發覺等了一會沒有人 我就令他後面的門沒有動 那時候我心裡就開始害怕 有時聽到司機跟我說 就說你回了太多教會了 你沒有理過家人 那時候我心裡就瀑布地跳 很害怕 我現在聽你這樣說 都會害怕的 還有沒有其他同學 有試過的經驗 我試過去年8月11號 那時候我們是穆斯林祈禱的 那我第一天祈禱 那我第一天祈禱 就是開始就是 就是早上走 從兩米高的地方 去跌落地 混了 那之後的兒子呢 他的手 有兩天動不了 那我自己又七天 有一種怪病 很不舒服 那之後我的兒子呢 就是我家裡的跌風扇很高 那我特意 不知為何就跌落地 打到我的死宅 流水而已 那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堅困 很多意外 對 很多意外 很大的心靈 其實有很多感情 那你們兩位 和我當時都有祈禱 那之後有沒有事呢 肉精你 那天我就很害怕 我打電話找師母 師母就叫我 我用宣告神的命去討告 那就是為自己去祝福 那之後那三天呢 我也有害怕的 但是就漸漸地 心裡平靜 就沒事了 阿迪呢 阿迪你又怎樣 我都是回到神經當中 整個話語去自稱自己 還有我出信的先生 他都為我祈禱很感恩 他為我祈禱的當時 我即刻七天 很怪的病又康復了 陳太啊 兩位同學 剛才那個經歷 是否都是屬於 屬靈氣的惡魔真戰討告呢 那是這樣的 那通常我們遇到 這些情況 是否好像剛才那兩位同學 去這樣祈禱 就OK的呢 那其實就是肉精 那時候才算 肉精 他聽到一些聲音 然後發現沒有人來 他心裡開始很寒 那其實呢 在這些很心寒的情況下 你可以做的事 立即宣告耶穌的得性 我靠著主也得性 我靠著主也得性 這些說話都很重要 即是如果你說 我真的很害怕 說不到 那你都說 耶耶耶耶耶耶耶得性 那你都會說的 你跨他這一步 那你真的能靠著主也得性 他看你能不能說 就是說呢 你是描述著你自己的恐懼而已 即是知道活著不再是 我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如果我活著 如果我在肉身活著 是因為神的兒子 祂是愛我為我捨的 那你可以體會 當你信神的兒子的時候 祂是充滿你的 但這是個過程 不是嗎 我們一次會比一次做得好 那你說 嘩 要試過很多次 這個意思 一次比一次做得好的話 是你再次遇到一些 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你會定了很多 因為你從來沒有經歷過 你覺得害怕 因為屬靈的勢力 你害怕的時候 實際上是有些事情攪拗你的 那你立刻要宣告神的說話 和祂的德性 耶穌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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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要靠著耶穌德性 那你已經成功了 那套告 讓你自己很定的說這句話 如果你說我真的不行 那就是神啊 你看我都不行 我要有恩情 如果我要做你的精兵 我一定要做 耶穌精兵的恩情 求主充滿我 你一次比一次 就拿了很多不同的恩賜回來 那這些恩賜當然 就不是說 是要給你這個世上 你怎麼來到去 去漂亮一點 聰明一點 有錢一點 而不是這樣 而是它是給你在屬靈的層面 裡面 可能可以為主做更多的工作 那在我自己的 初初學習的時候 都曾經經歷過這樣 那在我睡覺的時候 可以突然間 全身硬了 我從來都沒有試過 但當我整身硬了 不能動的時候 那我就想 在我心裡就知道 耶穌得性 但我說不到 我整個口都說不到耶穌得性 但我一定要說 在我心裡也要說 當我在我心裡 但只是說耶穌得性 我說耶穌兩次 馬上就沒事了 所以耶穌得性 在我們整個屬靈的爭戰裡 很重要 剛才我們說了很多關於爭建的禱告 其實在聖經裡面 《以佛所書》六章 都說過要我們 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 陳太太我想問一下 這副軍裝又可以怎樣應用在禱告上 剛才迪迪 阿迪 他在他的情況中 是要靠著主 依賴主要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 在我們什麼叫做剛強 就是我們想放棄的時候 就不夠剛強 但我們要知道 因為我們不是熟血氣的爭戰 是立即執政的掌權 在你幽暗世界 入天都熟靈氣 惡魔爭戰的時候 你看到圖畫 所以乃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 什么叫磨难呢 是一层一层地过 一层一层地过 今次不行 下次我做得好一点 好一点 好一点 一路好一点 所以乃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日子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你一切患能站立得住 所以站稳了 什么叫站稳呢 就是你心里开始思想 思想神的说话 靠主 靠着主 思想神的说话不是你的感觉 你靠着他的说话的时候 你的心开始强健起来 知道他一定要为我们作弓 他要我同在 这个就开始看到你最增战的里面 而你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么多 我们下一堂再讲一下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究竟有什么装备在里面 如果各位同学 有任何祈祷的疑问 都可以传来这个邮件 去问我们 万君之爷话说 不是依靠势灵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今天我们进入淑灵争战里面的时候 我们不可以靠自己 我们要靠圣灵和神的道 神讲了什么 我们能够怎么理解呢 都需要圣灵帮助我们 因为这些事我们素来都不懂 但是主他愿意教导我们 因此他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这个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 让我们能够靠着主 来到圣灵这些问题 下一节 陈太会教大家 如何为身处的城市守望、讨告 记住留意下一节 PTU祈祷行动组